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12场乳头流到12场里去 那么这个流到12场里的这个液体包含有移液和胆汁 我们知道胆汁是洗洁精是用来乳化脂肪的 让脂肪浮在水里 只有溶解于水的营养物质才可能被消化吸收 如果它不能够完成乳化 根本做不到 那么下来这个溶解的脂肪怎么去被消化 靠移液 移液里面有丰富的脂肪酶 蛋白酶和淀粉酶 可以把脂肪变成脂肪酸 这样你才可能吸收 把一个营养物质有这么大块 打成这么小的块 才能够进入血液 我们消化是一个崩解的过程 那么当移管形成结石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炎性 有可能是移液的淤质 致使里面的钙炎沉积 会使得在这片树叶的叶脉里面出现了小的团块 这些团块的结石的性质 基本等同于泌尿性结石 那么这种结石如果影响到 移液的排出 会有局限的移线炎 会有移线部位的剧烈疼痛 慢性的移线炎会时常发生 一般来说 当你发现移管结石的时候 通常伴随有慢性移线炎 只有病人在疼痛非常难以忍受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移管切开取石 甚至ERCP取石 如果ERCP取石 石头取掉之后 有可能会继续形成 那么我们做切开移管的横向取石 取石之后可以做移常吻合 那么种种这些方法 能不能很好的控制慢性移线炎 不能 那么将来会不会形成 再次出现的结石 还是会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题 至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